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华尔街非常失望的 也是引发了不少科技公司的股价大崩盘 特别是Meta 而苹果也是矮子里面把将军不攻不过 我们连线了两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的投资人 来看看资本方在当前的一个加息周期 强势的美元以及的增速放缓的经济大环境下 对于硅谷的这些科技巨头们 期待值和容忍度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脸色公司 现在改名成了Meta 可以说跌的最狠 华尔街也是最不买账的 那财报当中Meta连续第二个季度收入同比下跌 净利润更是腰斩 那么这显示出两个致命伤 那么第一 苹果此前更改了隐私设置 影响Meta广告市场份额的同时 脸书还面临着来自TikTok的竞争加剧 可以说是一个负倍受敌的状态 但是华尔街早已经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已经计价了这些因素 所以对收入下跌其实是有容忍度的 然而引发崩盘式大跌的原因在于脸书对于元宇宙转型 进行了大规模的投入 而公司的元宇宙核心项目Reality Labs 大规模亏损 那去年就亏了超过100亿美元 今年这个部门前几个季度已经是亏了94亿美元 所以今年全年的损失势必是会更深的 但Meta诚实人扎克伯格似乎是铁了星要转型 那目前的阵痛那就是Meta自己 员工还有投资人必须要承受的了 市场在Facebook季报前的预期在于 Zuckerberg本身会对元宇宙这边 会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复盘或思考 然后会对二三年就也许今年四季度 这样一个不而且不会有一个态度变化 但对于二三年的从元宇宙这边的投入 人员的投入资金的投入 会做一个重新的这样一个思考 市场比较期待这样一个东西 但它在季报上面的话表达了一个态度 应该也算一个比较坚定的就是说 二三年还会持续的投入 不管是从人员还是从资金量的角度 元宇宙这边是不会有任何放松的 真的这边投入的减少至少要到2024年 所以换句话说就说可能很多想买Facebook 或者在LongFacebook 觉得他可能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更Rational上一个元宇宙的budget的话 这次是一个很大的失望 因为基本上就至少从Zuckerberg 现在给大家带上一个指令是二三年的话 这一方面的话我的投入不会减少 至少要等到24年 你可以看到这个Meta管理团队 采取的是完全一个 Different的一个Approach 这说的难听一点 这大家我们自己底线讲 这整个就是Meta管理团队给投资人 给华尔街竖了一个中指 说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这个Leave us alone 所以接下来两年 非但没有像大家之前担心的 说我要cut我的spending capxspending 他其实还在加速spending 那在这个市场环境下 市场是非常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打法的 市场是希望你去能够 watch你的spending 希望你把更多的focus 上这个profitability和margin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乱花钱 所以这就是公司和市场的一个背道而驰 所以他就受到了市场的这个 被被这个penalize的很严重 Meta如今可以说是这几个明星科技公司当中 最不被霍尔街看好的 原因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太高了 如今脸书的股东早已经是坐立不安的一个情况 股东之一的Altimeter资本的首席执行官 Brad Gerstner就发表了公开信 要求扎克伯格削减成本20% 包括对元宇宙的投资要砍半 但是扎克伯格听不听 是否会理会霍尔街给的压力 那就不知道了 而雪上加霜的是 如今任职了14年的 前首席运营官Cheryl Sandberg离职了 过去8年担任首席财务官的David Wiener 如今也是正式将在11月份离职 那么这可能意味着扎克伯格作为创始人 将会对公司内部决策拥有更大的话语 而管理层会有很多新面孔 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这实在不是华尔街想看到的局面 因为Facebook可能跟几个其他的大的 MegaCover很大的不一样在于 它仍然是一个Founder Lab 转一个公司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职业管理人 不是像苹果也好 像Microsoft也好 像亚马逊也好 他们现在都是职业管理人 在当CEO 但苹果一把手还是就它本人 所以如果他自己比较固执 或者一夜孤行的 像继续在元宇宙方向 投入很多的资金的话 那当然这东西从长期来说 也许是有回报的 但是从投资人 从现在大家的角度来说的话 是没人看好这个事情 然后觉得如果他作为创始人 然后对公司的控制力很强 那他基本上身边是没有人能够去说服他 不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华尔街能够在旁边 推动他做的事情也会比较少 所以大家对这东西是比较担心的 当然华尔街和硅谷的对峙 一直是存在的 是一个又爱又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华尔街当然没有权力干涉硅谷如何运转 但是他会给依赖资本的科技巨头们以惩罚 可以说扎克伯格 这次是给了华尔街一个终止 而华尔街反手是给了Meta一击耳光 联书在改名Meta之后 我们看到今年一来公司市值 是蒸发了超过5500亿美元 股价是创下了2016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新低 而市盈率降至了11.4倍 在大型科技股中垫底 那总市值也从一年前最高破万亿美元时 曾挺进前五位 是调到了美国本土上市公司市值榜的第21位 不过扎克伯格如今的握心肠胆也许是有意义的 爱德华斯诺登的一个推特这两天非常火 他发推说你们尽管去嘲笑扎克伯格的股价崩盘吧 但是要记住五年之后他会拥有你的眼球 除了你眨眼的时间之外都是他的广告收入 这其实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硅谷人的态度 觉得华尔街太短视了 等着看吧 今天我们大部分篇幅都在讲Meta 是因为它现在是科技大厂当中最让人担心的公司 那么对于其他的公司来说 虽然财报不算好 但是增速下滑也是华尔街能够容忍的 但是如今华尔街的重点已经从增速转移到了利润率的弹性 也就是支出是否是足够克制的 而这次的财报之后 硅谷或许已经意识到 在寒冬当中是需要勒紧裤腰带生活的 而在新项目新业务上有无尽预算的好日子 恐怕要暂时告别了 下面我们再来快速的听一下 华尔街对于其他几个科技公司的看法和未来的期待 其实我觉得跟Facebook也有点类似 就是说它的电商这一块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现在整个在卖货这一块的话 整个美国市场比较高 所以它司机都给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指引 这些东西大家也能够理解 没有很担忧 我觉得可能大家更失望的一个地方 是在于它的云的这一块 还是一个正的增速 但是这个增速的话就下滑是比较明显 括上括的是下滑大概五个点这个样子 然后它现在给的四星路的指引 到明年指引的话 有可能会下降更厉害 那当然亚马逊作为一个在云方面 在美国市场比较最大的一个玩家 对吧 现在将近40点上一个少分 在网上有一个很大增速 可能也会比较困难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市场的debate 就在于增速下滑之后 更多是跟美国经济周期相关的东西 还是说是一个跟市场饱和度相关的东西 那现在的话 我觉得市场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 所以电商这一块 然后云这一块 如果这两块都面临饱和的话 亚马逊还有它的DRT队的 这个backup的增长的业务 现在有什么潜在可能性吗 其实我们自己比较看好 当然也是很多人看到 其实它的还是在广告这一块业务 因为它的广告的话 就这个季度仍然做到50多点上一个增长 而且算做的比较好 而且说实话 它现在在美国的上一个广告市场的话 现在只要还是就基本上是Google和苹果两家 上到整个市场的60个点 它的规模还是很小 所以对它来说的话 这种空间还是很多的 然后我们回到看其他的很多一些国家电视市场 比如我们国家 所以中国阿里巴巴的话 阿里巴巴不是靠卖货生钱的 阿里巴巴主要的收入是来自于卖广告 在它如果你要一个卖家在上面卖东西的话 你需要给阿里巴巴广告费才能赚去那个坑 去给你有更多商业的流量 亚马逊现在在做这种事情 跟它体量跟他们阿里巴巴相比的话 从广告这块有 是小到小的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去 所以这块的话 今后会有很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它有很多机会去吃 去吃那个Google和Facebook上一个应用Market Share Intel整个业绩还是不好 其实它遇到的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 甚至在年初的时候 它新的CEO说一系列的大刀阔斧 也要花钱 我要花很多钱 我要去保持我和台积电的竞争力 我要去有新的产品 新的技术 我要keep up 后来现在这个财报机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 它是reverse了它这个action plan 它很aggressive的去cut它这个capex了 其实它又开始省钱了 它不花钱了 说的简单一点 我Intel都不花钱了 我要回来 我不胡搞 我现在是以保守为主 那市场 因为市场之前是不相信 它花这多钱是能把这个事干成的 所以它一直都是股价跌得很厉害 那当它告诉你说 在这个时候我不瞎花钱了 所以当时你看它财报出来之后 市场反应就完全不一样 就涨了10% 这我想说什么呢 其实你就可以算是到这个市场点是什么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周期这个末期 接近末期的时候 大家都很紧张 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你top line增长不增长 不是那么重要了 更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你去管好家 你不瞎花钱 你有很不错的margin 这块是市场的点 margin不一样的时候 也就导致了你的股票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市场对苹果还是非常forgiving的 对苹果第一天我记得它的财报出来之后是下跌了 然后第二天基本上就涨回去了 对对对 而且因为前它是周四晚上报的嘛 然后之前因为几个大泰国都不好 然后那大家是有点担心这个苹果财报 所以其实头一天它也在跌 但这样财报出来 就我也不能说苹果的这个财报有多好 其实也不怎么样 那它首先预期低 然后呢它也它确实比比特的这个预期 那主要是来自于它那个Mac 它的那个Mac的这个这个 这个三号 这个卖的要比预期的要好 iPhone呢 也就是pretty much in line 也没有说好到哪里去 那之后可能也更不乐观 它的这个给后面的guidance 也是这么讲的 就是觉得后面增长也不会快到哪去 我记得是一个80%这么一个增长 然后呢它的services 就是苹果一直在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我苹果的增长 不仅仅只是靠这个iPhone 我还要靠我的这个services 就是Apple Store 像还有Google 会配给它的这些广告的钱 是这个那一块其实是不及预期的 而且接下来还会这个slow down 所以苹果可能就是 它的这个财报就是矮子里面拔将军 可以这么讲 比其他几个tag好一点 但也没有说好到哪去 现在市场很多是把苹果做一个safety star 因为说实话 它在就make a cup里面的话 它算是它的它的记号并没有很多 说哇让人眼前一亮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就是但就说它没有给大家任何 这样一个失望东西 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就矮子里面拔刀子里的话 它也算表现得最好 所以我觉得很多资金把它做一个 一个一个避险的这样一个 先放在那个地方 市场可能对于现在的这种经济环境下 对大公司们科技大厂们的控制成本的这个要求还是挺严格的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说一下google 那可能市场觉得你这个开销还是挺大 所以我们看到台报出来之后也是还就是一度跌的 还是对google的这种level来说跌的还是挺大 对google这样讲 google其实大家都知道它主要就是advertising advertising分两个部分 当然还有这个它有的这个cloud cloud那边其实还不错啊 就就不说了 其实大的串的和刚才讲的没有 它就是它也在增长 然后就去还可以 然后它最大的问题 现在就是它的advertising business这边 search其实比预期的稍微差一点 也没有说特别好 然后呢 然后但youtube那边这个decelerating还挺厉害的 那其实如果你advertising这一块 就是search其实是最基本的盘 真的只有到这个经济差的不行了 大家才会去cut这个search这边的这个budget 但是youtube这种视频的这样子的 其实是大家如果你做一个广告发行 就是主来讲 你最先cut的可能就是这次在youtube上面放的广告 然后直到最后你生意实在不行了 你才会去cut你在search里面 就有这么一个dynamic来的 所以你从google的这个财报上就可以 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宏观 这个情绪是在逐渐变坏的 还是就是比起前两个quarter 你看现在它对这个search的影响也出来了 也出来了 所以但这个也是回还是回到这 这是macro的问题 这是宏观的问题 其实和公司的问题也没有那么大 但是google就是在这儿 它这个季度它hire了很多人 虽然我们大家经常说 google要cut的人要这个怎么样 但是后来发现它没有 它这个季度今天就还是hire了很多人 然后它也没有一个很clear的给大家一个message Google是从来不会committe给大家说 我要控制成本 不管是从人上来讲 还是这个capx来讲 它没有给大家这个信心 它也没说它要 它这是something in between 它既没有说我要cut 但它也没有说我要增长 这就是google的style 所以它也没有像meta似的 被市场杀得那么狠 可能市场再给它一些机会看看 下个季度会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大家会觉得 它虽然没说 但是还会做 我觉得google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dynamic 硅谷的灵魂和华尔街的本质 也许在独角兽门上市的那一天 就注定是一个悖论 就像Rob说的 一个伟大的公司 不一定是好的投资标的 而一个好的投资标的 也不一定是伟大的公司 那么新比天高的硅谷创始人们在乎的是 未来10年20年30年 企业的行业龙头位置 但是华尔街在乎的 可能只是短视的下一个季度 或者是明年的股价表现 那么这两者偏声不合 但是他们又偏声的需要彼此 毕竟呢 It takes two to tango 一直探戈呢 需要两个人才能跳 所以如何寻找平衡点 就是各个管理层需要衡量的问题了 那么在经济基本面上 Rob和Bruce都认为啊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春季的时候 美联储的激进加息步伐会基本完成 那么届时会是一些基本面稳健 商业模式被验证过的科技公司 领跑整个板块来完成反弹 那我们也拭目以待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硅谷101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